9月7日下午,2024温哥华第三届豹普韩征国际文化论坛在温哥华UBC亚洲中心举行 为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推进世界之吴昌硕文化推广活动 家中两国美术界、教育界、科技界和道学及中医养生专家等50多位嘉宾与会 共同从学术和产业各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规划 第三届豹普韩征国际文化论坛今天在温哥华UBC举行 我们这次论坛以世界之吴昌硕为主题 我们论坛不仅仅是要弘扬吴昌硕先生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创作精神 同时也要推广他爆破韩征般的人文品格 更重要也研究吴昌硕先生对当代美术和文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我相信随着中家两国国际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 吴昌硕先生的文化精神必将成为多月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进程 生学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生学的问题 实际上是这个孩子的开发的问题 就是他孩子本身这个人格成长的问题 大家都卷成绩 成绩满分的人照样进不了最好的学校 这个是很多人发现的 最近三年到四年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 就是说内卷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也是帮助一些孩子把他的特点拿出来 比如他创意性 我们中国人特别缺乏的就是创意 创造力特别缺乏 你让他follow 你让他去拷贝啊 去模仿啊 去做一件事都非常非常好 都能做得非常好 可能甚至超过别人 但是你要让创造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他的创造性 他的思维 他的认知度 他的跨界能力 就是跨界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是培养人的 所以我们叫BC创意中心 我是从这40多年中医工作的一个中医师 那么在这40多年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把进入加拿大之后 把复杂性疾病作为我们功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通过这几十年来呢 我们把不可治的病让它可治 复杂的病让它简单 难治的病让它抑制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创建了一套泛系维向中医医疗体系 这个体系 整被在国内或者说在世界呢 做一个推广 那么在今天这个爆谱韩征这个第三届国际文化论坛当中呢 我做了一个中医生命关于生命的一个底层逻辑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就可以指出来 我们生命除了我们父母遗传的以外呢 还最重要的是一个有自然遗传的一个体系 这两个体系合一了以后 把我们生命才是一个健康完整 那么在这个体系当中呢 就和我们对吴昌硕先生的话 来观看他的话是一样的 我们要看他的话 看他的背景 要看他的这个背后的理论和体系 尤其要观察他背后的这个精气神 精气和神的那一块 那么在这个过程跟我们中医的有密切的关系 从这个思想去观察 去认知吴昌硕先生的话 可能会对我们生命的理解 可能会有一个比有一番的一个境界 和比有一番的一个高度 由高地传媒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